极乐世界是清净世界 所以我们要因一念清净心往生 这话是真的 那个一念清净要平常养成 平常没有养成 临终时的一念清净心 那是叙事善根 如果没有这个善根 自己这一生当中没有培养 那么我们这一生念佛不能往生 有没有好处有好处 这个善根要生生世世去培养 去提神 那不定是在哪一生当中 再遇到尽重 那一念相应 那一念就往生了 那我们怎么知道我这一生成就了呢 那也许我不能往生啊 怎么知道我这一生成就 能知道 那就是你的心坚定 你没有怀疑 你万元真的放得下 那你就 你信心就十足了 知道这个世界全是假的 没有一样是真的 金刚劲 非常重要 金刚薄弱 无论修哪个法门 八万四千法门 都不能少它 那它交给我们关照啊 告诉我们四相是空的 我相 人相 众生相 受者相 不是真的 四相能放下 就证 阿罗汉苦 后半部 将四见 我见 人见 众生见 受者见 四见能破下 能够放下 就大车大悟 往生极乐世界 上悲往生 我们要常常用金刚薄弱 提醒自己 帮助我们放下 薄弱照见 照见凡所有相 解释绝望 照见一切有违法 如梦幻泡淹 不在之处 真能照见 我们在此地 日常生活当中 人世环境 物质环境 自然环境 都能够受用 决定不放在心上 这叫方向 心里头 心里头 没有 我们修念佛法门 心里头 只有阿弥陀佛 除阿弥陀佛之外 没有咋念 四相四见 都没有 这个功夫神 清净心身 我身就有保 念佛人 很多人 不能往生 问题出在哪里 出在放不下 这是我们要有高度的 尽求 有一桩事情放不下 我们尽求心 要提起来 那就是将来 我不能往生的原因 真正求往生的 放不下 也得要放下 只许 有阿弥陀佛 有极乐世界 其他的 全放下 这叫做佛死 佛是觉悟 真正觉悟的大死 就是放下 万云 放下 红发离身的事情 事 要做 做完之后 不要放在心上 心上没有 那就叫放下 平常 厨师在人间 要学 三轮 提供 日常生活当中 无我相 无人相 无众生相 三轮 提供 统统不止住 世上有 四死无碍 心上没有 这就对了 啊 世上有 心上也有 麻烦就到了 不能叫我们 心上有 这是真正佛死 吃饭是佛死 穿衣是佛死 工作是佛死 待人间无通 通都是佛死 不放在心上 全是佛死 放在心上 叫造孽 啊 善事放在心上 来生 道 三善道 卧死 放在心上 来生 道 三卧道 就这么去了 啊 所以心上 不能放这些 咋东西 心上 只有阿弥陀佛 来生 道 极乐世界 你看 这多清楚 多明白